韩国朝鲜日报1月15号报道 中共军队最近进驻朝鲜 外界担忧 中共军队这次开进朝鲜 中华民族又要承担什么后果 根据朝鲜日报报道 引述消息人士的描述 去年12月15号深夜 50多辆中共装甲车和战车 从中国三河渡过屠门江 进入朝鲜惠宁 与此同时 有人在中国丹东目睹军用吉普车 进入朝鲜的西翼州 消息人士说 中国装甲车可能用来镇压骚乱 吉普车用来管制逃离朝鲜的难民 东亚日报不久前报道 中共军队有可能去年年底 向平壤派兵 名义上是向朝鲜军队 现代化项目提供援助 派遣的兵力大约在两三个团 至少有数千兵力 虽然朝鲜日报引述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的话声称 中共军队进入朝鲜的动机 不是因为政治和军事原因 而是为了保护罗仙港的设施和中国人 但韩国外交通商部国际安保大使南铸鸿说 中共以派军队驻扎罗仙为契机 一旦发生事态 中共有可能以保护本国国民为由 派遣大量兵力干预朝鲜半岛问题 去年三月 朝鲜狱雷击沉韩国天安舰 导致46名官兵死亡 而11月抛击韩国盐平岛 炸死炸伤韩国军民22人 这些行动导致了朝鲜半岛局势紧张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明居正分析 朝鲜是中共要挟美国的一张牌 一旦朝鲜独裁政权解体 中共就面临唇亡齿寒的境地 因此 中共绝不会希望朝鲜被统一在韩国的手中 1950年到1953年 韩战期间 中共抗美援朝令中国和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网上近来流传一篇文章 《抗美援朝毛后悔之志的大蠢势》指出 中共参与韩战 开销达到人民币62亿元 每年花掉了国民生产总值的20% 财政收入的55% 中共因此还借了苏联34.85亿卢布 约合13.4亿美元 根据中共党史研究1981年第五期透露 直到1965年 才还清这笔债务的61.4% 在1960年 苏联和中共反目 撕毁了600多份文件 毛泽东为了争一口气 在苏联没有逼债的情况下 漠视全国大饥荒中 饿瓢遍野 把满载粮食和其他生活物资的火车 源源不断开往苏联偿还战争债务 把大饥荒的死亡人数推向3600万 此外 根据苏联官方解密文件披露 韩战中 中国军事死亡人数为100万 而因为中共加入韩战 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公敌 1951年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 谴责中共为侵略者 中国进入联合国被耽搁 一拖就是20年 事隔50年 中共再次派遣军队进入朝鲜 中国人民这次又要为朝鲜金氏家族 付出多少沉重的代价呢 新唐人记者五位肖炎综合报道 七十七八八三五一一一万 交换 Kyana 中国人的称计判 黄金氏家族 中国人的称计判 亚人的称计判